当天晚上 魏之音招来了十几只小鬼手在各个窗户和门边上 大黑也把自己的狗屋搬到了门口充当起保镖的角色 第二天早上 软软看蒙奇的面相 除了因为哭得太狠眼睛肿得跟核桃似的以外 别的都没什么不对劲 吃过早饭 软软叫上宁轩带着大黑出去散步 发现一个男人蜷缩在路边 宁轩探了下他的口鼻 这人还活着 快把他送去医院 男人伤得很重 身上大部分是刀伤和棍伤 还有电流灼伤 身体已经被折磨坏了 经过抢救 总算是灰魂了 你醒了 我这世上的天堂了 你没死 就生一口气了还能救活 你也是命够大的 我还活着 哎 你别哭了 你叫什么名字 怎么会伤成这样 你们 你们知道蒙奇吗 我要找蒙奇 你跟蒙奇是什么关系 你找他干嘛 男人掏出一个戒指还有一张照片 我 我叫段宇 收蒙一大哥所托把两样东西带回来 软软看着那张照片 上面竟然是蒙奇和他儿子的合影 你们到底认不认识蒙奇啊 要是认识的话 求你们带我去找他好不好 我们可以带你去找他 但你必须告诉我们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段宇警惕地摇头 我必须见到蒙奇我才能说 蒙爷爷腿脚不便 我发个视频给他吧 很快 视频电话接通了 在确定和照片上的人一模一样式 男人立即跪下给蒙奇磕了个响头 爸爸 孩子 你是谁啊 爸爸 我叫段宇 是个孤儿 但年前 我被一伙人抓走做实验 被折磨得半死不活的时候 是蒙一大哥帮我从那些坏蛋手里逃走 还让我把这两样东西带给您 蒙奇看见段宇手里那两样东西 再次劳累纵横 爸爸 您别难过了 以后您就是我爸爸 我会替蒙一大哥好好孝顺您的 段宇 你逃出后 为什么不去找警察帮忙 那些坏蛋一直追着我 我又不认识路 就记着蒙一大哥让我一直往东跑 说是看见人家就是爸住的村子了 那你是什么时候逃出来的 小姐姐 你是不相信我吗 不是我不信 而是为了保证蒙爷爷的安全 不得不多嘴问两句 我大概是十天前逃出来的 但是我受了伤 但路上昏了过去 被一个是慌的老大爷救了 他把我带回家去照顾了我几天 我醒来后也不敢耽搁 就继续往东走 走了三天三夜才终于走到了这里 我又累了就昏了过去 再醒来的时候就是在这里了 如果不醒 你们可以去查 那个老大爷姓赵 已经七八十岁了 软软看着段宇的脸 一点说谎的样子也没有 从面相上来看 他不是大奸大恶的人 可软软的第六感告诉他 这个人来得太巧了 软软 你把这孩子带回来吧 蒙奇看见那戒指和照片时 就已经没了防备 再加上段宇也确实没什么异常 软软也就同意了 回到家见到蒙奇 段宇普通一跪 爸爸 我带蒙一大哥给您磕头了 孩子 快起来 爸爸 从今以后我就是您儿子 我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我也能给您养老 好孩子 你才多大啊 怎么能叫我爸呢 叫爷爷吧 我今年已经二十一了 既然爷爷喜欢 那我就叫爷爷吧 老蒙 快带孩子进屋吧 老您 我先带他回去洗洗 吃个热饭 外面风大 让他就在这儿洗吧 小轩 去找借你的衣服给他 不用不用 这 这怎么好意思 明轩大哥救了我的命 我怎么能再穿他的衣服呢 老您 我还是把小段带回家吧 他在这儿恐怕有点不自在 那好吧 小轩 软软 你们俩把蒙爷爷和小段送回去 段宇在看见蒙奇的家事眼中 流露出一丝期待向往之色 爷爷 这就是我们的家吗 是啊 平时也就我一个人住 本来小姨的妻子还在的 可是自从小姨去世后 她也难缠死了 这里就剩我一个人了 爷爷 以后我陪着你 小段 你愿意留下来陪爷爷 爷爷当然是开心的 可是你还小 在这儿待久了会耽误你啊 爷爷 没关系的 我本来就是个小乞丐 没什么耽误不耽误的 小轩 软软 你们就回去吧 有小段在这儿陪我就成 蒙爷爷 万一那些坏蛋追踪过来 您一个人恐怕会有危险 正说着 一辆汽车停在他们面前 齐冲带着几名特种兵从车里下来 蒙爷爷 我们奉师傅的命令前来保护您 谢谢你们了 大过年的来保护我这个老头子 蒙爷爷 您别这么说 蒙教官牺牲了 我们有义务保护您 很快 几个特种兵就站到了门口和窗前警戒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 众人也就渐渐放松了一些 除夕夜团圆宴 您长波把蒙齐 段宇和齐冲 还有那五个特种兵都请了过来 了您 今儿课可是除夕 你让我们过来算是怎么回事吗 除夕夜团圆宴 那肯定是要团团圆圆的才美满吗 缺了你 今晚上谁陪我喝酒啊 对了 给你们重新介绍一下 这是我孙子蒙安 蒙安 您爷爷 从今以后我不叫段余了 我叫蒙安 平安得安 蒙安 这名字好 软软悄悄打量着蒙安 几天不见 蒙安这张脸的面相似乎改变了些许 让软软有种说不上来的诡异感 吃过饭 软软他们正在天台上看烟花 为知音出现了 哇 知音姐姐 这身打扮挺不错啊 我像过 哦不 是我老公给我弄的 他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让我换身打扮 他眼光倒是不错 软软 先不说这个了 刚才那个蒙安出去了 他往哪去了 应该是他家的方向 我让一只小鬼跟着他了 什么时间去的 就在刚刚 他一出门我就来告诉你了 我知道了 软软话音刚落 一朵绚丽的烟花在云中站住 好漂亮啊 是啊 过年时候的烟花最漂亮了 与此同时 眼出黑暗的森林里 蒙安抬头看着天空 眼中满是星星 一颤 这烟花多漂亮 少爷 您玩够了吗 主人让您赶紧收拾了那个老家伙 急什么 再玩几天再说 那主人那儿 不用管他 他要是问起来就把责任推给我就是了 蒙一破坏了我们很多计划 主人不会允许他的家人还活着的 他不允许有什么用 接任务的是我 动不动手 什么时候动手 我说了算 他管不着 少爷 您还是 什么时候我做事需要你来指挥了 少爷 饶命 拜了 我今天心情好 不和你计较 谢谢少爷 去吧 这里的是我自有安排 是 黑衣人说完就离开了 蒙安眼眸一尘 单手隔空一抓 一只小鬼就被吸到了手里 一只阴魂也敢偷听我说话 蒙安的手轻轻一用力 那只阴魂就这样消散了 您家这边 软软等了很久才看见蒙安回来 但他身后并没有跟着小鬼 知音姐姐 不是说派了小鬼跟着他吗 鬼呢 我也不知道 我去找找看 说完 魏知音就消失了 直到晚上睡觉前 对知音才回来 知音姐姐 怎么样 那只小鬼呢 找不到了 我顺着阴气追过去 只看见两行人的脚印 那只小鬼像是被人消灭了 什么 难不成是有道士经过 不对啊 那只小鬼没成气候 最多算是个阴魂 一般情况下 道士也不会抓阴魂的 转软 我怀疑那个蒙安不简单 我也知道他不对劲 可问题是 我在他身上什么都看不出来 你这双眼睛也有不灵光的时候 忘了上次李鱼精的事了 另外套个人皮 你就看不出来了 他不是精怪啊 不一定是精怪 我们还得仔细查探 我的直觉很不妙